男子进到甲娃娃机店内 假装四处闲晃 最后他站在对壁机前 塞进一百元纸钞 结果被退了出来 他又试了第二张 还是没有成功 最后试到第三张 机器哗啦啦吐出十枚十元硬币 这上面是针钞 下面是白色的 他把一百块用作两片 成功骗过了机器 男子立刻把硬币收进来 原来他是用变造的纸币 以甲换针 先拿一张百元针钞 用美工刀把钞票从中间拨开 再分别从背面贴上玩具钞 一张钞票就变成两张 等于花一百元 可以换取两百元硬币 前半把一百元纸钞 对造成假币 想要骗过验钞机 但是因为技术不良 成功率只有将近一半 成功了制造十五张的尾币 其中只有七张成功对换硬币 八张又失败了 说到其实用八张百元真钞 换到七十枚的十元硬币 男子前后成功了十多次 但花的成本也差不多 店家收到假钞提高警觉 发现男子从事顾忌的时候 报警抓人 就承认说他是他兑换的 并从口袋掏出一张 他自行制造的违避 第一个他宽度要够宽 另外一个他刀身要够薄 才有可能达到那个效果 之前台中也曾经有人 利用雕刻刀 将青元针钞分割成两张 洗钱得手七十三万元 而这次嫌犯从网路上学到 变造的手法 索性及时被警方查获 记得整网瑞黄主音台中报导